福佑帝君宝园护命宝芳 夫妇知道 人生所不能废着 但须有一定节度 必不可过纵着 不可不知如圣礼济云 方式静济日 此日不饮酒 不如婚 不愈内 礼乐令云 仲夏之月 日渐长 阴阳针 死身份 君子斋戒 触碧衍生 圣无藻 纸身色 薄滋味 劫世欲 定心气 故精神 守清静 凡圣神仙佛 但会之日神明将见之其各种进其内淫污冒毒闺等事 初音一时情欲冲动 不支持借护守护劝 所必尽 所必尽其时日 犯者已致消禄夺记 有阴律被谴责 而阳受疾病 恶伤 腰折 小产 堕胎 难产 怪胎 种种 胎 无穷 皆于此相尝试缺乏之故而 应路于此 世人美归咎于命运使然 而不知受胎之时已有所干犯 已至所生之子 非鱼即腰 非邪辟即下流 非凶恶即恨逆不孝 乃至所生之子不孝或不欲等 神童江西章曰 经者遂也 人生中之至宝 而赖以生存者也 养则长寿而智慧大 笋则年促命短 而智晓 古人以利四而取 四利而后必戒绝欲 以养命而长寿 天律于淫罪严 万恶淫未首 天律宝典曰 犯邪淫之定律 非识 非地 非人 外皆邪淫 行邪淫者 即是以不时以人身行处身之事 来身便转处身之三恶道 皇帝内经云 老来疾病都是壮年招来的 经之人以酒为疆 罪以入房 以欲结其精 以耗散其真阳 不知痴解 不识欲神 悟其快其片刻肉体欲乐 起居无节 日酒机来怕一旦外邪习来客然而死已 或者为老先衰 年少而妖之故耳 故君子胜于千日 正以防其一旦耳 灯有游则明 游静则灭 人有金宝之则寿而康 枪之则妖 人之精力有限功于淫欲无穷乃丧身之本 内经云 东部藏经 春必并温 盖东令真阳潜伏 必断世欲 故经 水 疏不无脏 脏 平和 百病不深 身体健康 可以长寿之秘方也 尚有每月之中 一定要禁忌戒绝日时 不可不知 是人性物不幸 戒绝日 历春 历夏 历秋 历冬 死四历日 前一日为四离日 后一日为四绝日 又有甲子日 丙迎日 更生日 死三伏日 造神祭在布侧上 每月月底 就上奏天庭 不得积言 上一天草禀命施行 私命真君领保真经盛世 又说 望 贤 会 日 父母生祭日 夫妻正冲日 又春分 秋分 前后共三日 冬至 夏至 前后七日共十五日 内读肃固经 以免疾病 每月初一日 十五日 念九日 大月萨日十七日 小月十六日 犯者大伤血脉 疾病 或丧生 天际日裂风 雷雨 酷暑 严寒 日时 月时 白昼星夜下 不关窗 闭漫点灯等 得寄日景造之侧 慈庙旧木之旁 天辣日即真月初一日 得辣日即五月初五日 五月十一日阴阳相争 五月十五日子时 天地交态 犯者男女拒病 或三年内死亡 诱人 忌日 酒醉 空腹 饱后 忧愁 悲哀 恐惧 老卷 过疲 立法 病后出狱 远行出归 胎前产后 天柜来时 妇人月姓 以上犯者大凶 致病虚脱 死亡 每月初三日 万神都会 犯者神将之殃 身子丑茂 怪相 残疾 每月念七 八日北斗下降 犯者多计 身子性行不良或至极 真月初九日淡日 二月二日 万神会 二月十九日淡日 三月十五日 四月四日 万神化善日 万神化善日 五月逢五、六、七日 明九都日 罪继悟犯者 治病 损伤中途死亡 或男女巨王 六月十九日 念四日淡日 七月七日 五帝孝世人善恶日 七月十九日淡日 七月十五日 阴毒日 犯者恶极出血 阴阵死亡 八月初三淡日 九月初九日 窦老援军淡日 犯者男女巨献 阴阵黑布 害时犯者暴死 双亡 九月十九淡日 十月十日 西天王降见 犯者治病 十一月乃阴阳相争之节 警戒 除夕夜诸神考察 犯者聚伤 以上各其先夜及戒其 夜半交子时 不可不慎 避挂立案记 具以警戒 天地神明罗列 剑茶不可误犯 死生死关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